一条饿了十天的野狼 正在靠近一个五岁的孩子 而躲在树上的男孩 早已经被吓得哭成了泪人 可野狼还不死心想要铺上树去 母亲见状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抡着手中的火把又打又好 野狼终于暂时跑开 饿狼怎么会盯上一个五岁的孩子呢 原来是一天前 老夫人丢失的金佛 竟在男孩的床下找到 等到她放学后 就被张妈揪着耳朵带到了房间 老夫人一见到男孩 就将偷窃的罪名安在了她的头上 我偷什么了 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东西 男孩本是周莹挑选的杨子明叫怀仙 可调皮捣蛋的模样 一直不受老夫人的喜欢 如今竟又发现了手脚不干净的毛病 老夫人便生出让她离开冬院的想法 男孩看着周围人怀疑的目光 当即扔下包袱跑了出去 夜晚周莹回到府中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她不相信儿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当即吩咐下人二虎出府找人 这时四老爷和夫人 知道了亲孙子失踪的消息 哭闹着找上门来 并让冬院给个说法 周莹见状只能出严安抚 不料这是二虎前来回笔 没有在街上找到男孩的攻击 眼看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周莹立马调动全院的人手出府寻找 当场承诺一定会把儿子给带回来 就这样她独自一人 拿着火把来到郊外 不停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却意外在小路上发现了她的鞋子 察觉儿子就在附近 周莹立刻在周围仔细查看起来 果然看到了儿子被野狼逼地上了树 周莹见状急忙拿着火把将狼赶走 这才有惊无险 而此时腿软的男孩 也从树上掉了下来 周莹立刻跑上前抱住他 并检查他的身体有没有受伤 受惊的男孩看到母亲 哗的一声哭了出来 周莹心疼地安慰着儿子 不料走远的野狼 听到哭声静又悄悄折返 周莹及时察觉并捂住了儿子的嘴巴 此时野狼已经近在咫尺 千军一发之际 周莹果断拿起地上的火把 匆忙拉住怀仙逃跑 两人一路跑到山坡下 周莹急忙护住儿子让他先爬上去 可慌乱之中 野狼一跃而上咬伤了周莹的骨 好在他及时反应过来 并用火把击打野狼的头部 这才令野狼滚落山坡 死里逃生的两人跌跌撞撞向前走去 不料耗尽体力的周莹 竟意外滚下了山坡 还被石头撞晕了过去 儿子健壮立刻趴在坡前 呼喊着想让母亲醒过来 可他听着儿子的呼喊 拼命地想要睁开双眼 却还是昏了过去 母亲意外跌落山坡昏迷不醒 远处还有恶狼虎视眈眈 五岁儿子健壮拼死户在他的身前 用性命护住自己的母亲 此时的周莹浑身动弹不得 意识已经进入了幻境 只见在一片白光中 王夫吴聘和父亲一同走来 看到日思夜响的人出现在面前 周莹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他急忙让两人拉自己一把 表示以后都不会再和他们分开 吴聘温柔地蹲在周莹身前 向他伸出了手 就在周莹伸手的瞬间 儿子扯着嗓子拼命地叫喊 终于让周莹有了一丝的清醒 不料远处的野狼听到声音 竟又折返了回去 儿子看到奔驰而来的野狼 即使心中又惊又怕 却还是拿着火把 从山坡上冲了下来 男孩用小小的身躯 护在母亲身前 努力地挥舞着手中的火把 回想起当初母亲 是怎么护着自己的 如今他也要涌全相报 此时昏迷的周莹悠悠转醒 看到儿子一人在跟野狼周旋 他立刻撑起身子 告诉儿子让他先跑 可倔强的男孩却死活不肯离开 奈何小孩终究不是恶狼的对手 危急时刻 周莹死死将儿子护在身下 好在吴家众人及时赶到 这才射杀了那头狼 娘 你千万别盯上我了 周莹紧紧将儿子抱在怀里 母子两人终于得救 回到吴家的怀仙 对这次的经历十分自豪 在哥哥们的面前 绘声绘色地讲述起来 如今他再也离不开 这样一个拿命 对自己好的母亲 而周莹经过这次的事情 也终于换回了心里的生机 自从心爱之人死后 周莹对这样世界也充满了绝望 他本想给吴家培养一个继承人后 就离开吴家东院 可如今怀仙的一生娘 让周莹对这个孩子充满了联系 也再也没有说过要走的话 管家王世军看着周莹侃侃而谈的模样 不禁红了眼眶 仿佛又见到了从前那个 生龙活虎的少奶奶 而老夫人得到消息更是喜上眉少 感叹怀仙对周莹的影响 立刻吩咐丫鬟收拾东西去寺庙还愿 秦妍 你生了我吧 既然你还活着 那我再不能错过你了 死去的初恋 沈星怡再次出现在了眼前 没想到却变成了儿子的老师 这天周莹刚从外面回来 老夫人就叫住了她 原来是私属老师来信 表示怀仙和她的两个哥哥 已经三天没有去上课了 此时的戏院 四老爷正在惩罚逃课的孙子 为了不被挨打 年长的哥哥就把责任 都推到了怀仙的身上 四老爷听后气鼓鼓地跑到东院 五怀仙 你给我出来 四老爷拿着棍子就要教训怀仙 周莹见状死死户在儿子身前 说什么也不让四老爷靠近 他相信孩子一定有自己的理由 并且怀仙从小聪明 即使有再大的毛病 他也一定能管教好 四老爷见状气地拂袖而去 怀仙看着母亲护住自己的模样 乖乖来到房间给他认错 原来是怀仙对私塾先生教的旧知识 感到枯燥无味 而对新式学堂讲的变法有很大的兴趣 这才连听了三天 周莹闻言瞬间对新式学堂产生了好奇 便跟着儿子去听康先生讲课 周莹一路走到院中 却发现站在台上演讲的人 正是死去多年的恋人 周莹不敢相信眼睛的一切 她缓缓朝着沈兴仪走去 生怕这一切都是幻想 看着沈兴仪沧桑的面庞 周莹顿时泪如雨下 紧紧抱住了自己日丝夜响的人 仿佛所有的话语都在拥抱中 这时有人来叫沈兴仪离开 两人约好一小时后在河边见面 一路跑回家 立刻吩咐侍女 拿出最漂亮的衣服和首饰 她要好好打扮一番再去见沈兴仪 随后周莹应约来到河边 两人牵手向酒楼走去 不料却见到了几个弹琴唱曲的姑娘 周莹见状面上满是疑惑 沈兴仪这才表示让周莹放过自己 周莹看着眼前的人 只觉得无比的陌生 那是因为你没有死过 你不知道现在这样有多好 听着沈兴仪讥讽的话语 周莹当场掀翻了桌子离开了此地 沈兴仪看着周莹离开的背影 终于恢复了严肃的神情 她立刻大声赶走了身边的姑娘 南岩的苦衷弥漫在心中 脑海中都是周莹满含思念的情话 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沈兴仪究竟有什么苦衷 周莹和她还会有哪些羁绊 关注八两下集更精彩 下集完 感谢观看